5月19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晚间最新消息 今年首播梅雨封面来袭 台中市进化路跟北屯路口 下午发生了路数倒塌的意外 还压到了两辆正在停等红灯的自小客车 索性车上人员只受到惊吓 无人伤亡 下午4点38分民众开车停等红灯时 突然右边一颗路数应声倒塌 倒塌瞬间除了民众车辆前方 一辆升灰色轿车也被扑及 索性车上驾驶没有受伤 却是爆受惊吓 意外就发生在台中进化路 与北屯路口倒塌路数连个拔起 树干连同茂盛的汁液倒在马路上 人行道和外侧车道 全部占据只剩内侧车道 由于当时正值下班尖锋时刻 七级车相当多 警方货报道场指挥交通 疏解车潮 今年第一波梅雨封面报道 台中市下午雨势不大 竟然发生路数倒塌意外 商务队在确认无人受伤后 也立刻通报市府相关单位 派人进行路数切割移除 至于路数倒塌原因 还要再厘清 借台中综合不到